把废弃的鱼鳞变费为宝 做成一道Q弹爽滑的菜品 这到底是厨师的猎奇 还是老祖宗的智慧呢 湖北人爱吃鱼 过年时常用草鱼鱼肉打鱼糕 鱼鳞做鱼洞 鱼太小鱼鳞可不够 去鱼店老板那里白漂了一大袋 用白醋反复清洗 这大概是做鱼鳞洞最耗神耗食的功夫了 经过彻底洗腻的鱼鳞 才能做出无丝毫意味的鱼洞 简单淳朴的烹饪方式 用鱼鳞来磨平鱼鳞鲜明的个性 大火煮开 蒙火炖40分钟 鱼鳞中的古椒圆一尽数吸出 此刻的鱼鳞终于可以功成身退 尘堂泥底的腥味褪去 取耀代制的是淡淡的桂花香 不用任何凝固激 鱼鳞冷藏4个小时以上 就完成了质的蜕变 Q弹入果冻 吃法则因沾水而不同 可以作为香甜的桂花蜂蜜 而湿辣的湖北人 则更爱浓油吃酱 平平无奇的鱼鳞 也描绘出了 湖北人年夜饭餐桌上的 串奇色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